以色列一周之前 拘殺真主黨領袖納斯拉勒之後 持續對真主黨大本營 首都貝魯特南郊猛烈攻擊 以色列媒體報導 真主黨可能的繼任者薩法丁 可能也已經在三號晚間遭到殲滅 薩法丁他是納斯拉勒的表弟 兩個人長相相當神似 也都跟伊朗關係密切 如果薩法丁確定死亡的話 真主黨勢必再遭到重擊 與其慷慨激昂誓言報復以色列 這是真主黨已故領導人 納斯拉勒的表弟薩法丁 納斯拉勒遭以色列居殺後 薩法丁可能是真主黨的首領接班人 如今卻傳出薩法丁下落不明 可能已經死亡 以色列多家媒體報導 一軍三號晚間對貝魯特南郊 發動猛烈襲擊 連續轟炸11次 鎖定的就是當時人在地下 刁堡的薩法丁 以及多名高階幹部 根據評估薩法丁的生還機率 微乎其微 以色列鎖除真主黨不手軟 五號晚間再度對貝魯特南郊 狂轟猛炸 毫無天火跡象 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 立即並永久停止在黎巴嫩的戰爭 納坦雅胡表示 不管有沒有他國的援助 以色列都會贏得戰爭 看來以色列是鐵了心 不管是在加薩還是黎巴嫩 戰火已經殺不住 邱凱文編譯